一地垃圾, 隨地小便 上海迪士尼小鎮和星縣公園 上個月26日試行營運已經搞成這樣 星期六試運沙整個園區 又會是什麼下場呢? 上海迪士尼試營運, 和牛飛都炒到近千銀 看到全場900米的花車巡遊 還見到米奇老鼠, 唐老鴨 雖然天下著雨, 進去還要經過20分鐘的安檢 還要什麼食物, 甚至至拍神器都不准帶入場 但大家似乎都玩得幾開心 不過第一天進行全個樂園營運測試的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 就只是邀請了官員 迪士尼員工, 和部分民眾進去試玩 沒有飛的, 就只可以隔著大閘拍照留念 真是想進去, 用880元人仔 在門口買張和牛飛都可以 迪士尼小鎮部分商店, 亦都有開店 不過有遊客說, 一件小朋友穿的T-shirt 都買成199元人仔 說貴到買不下手 迪士尼樂園由現在到下個月11號 都是試運階段, 去到16號才會正式開幕 進去又會是什麼下場呢 上海迪士尼市營運, 和牛飛都炒到近千銀 看到全場900米的花車巡遊 進去試玩 沒有飛的, 就只可以隔著大閘拍照留念 真是想進去, 用880元人仔 在門口買張和牛飛都可以 一地垃圾, 隨地小便 上海迪士尼小鎮和星縣公園 上個月26號, 試行營運已經搞成這樣 星期六試運了整個圓球 還看到米奇老鼠, 唐老鴨 雖然那天下著雨, 進去還要經過20分鐘的安檢 還要什麼食物, 甚至至怕神器都不准帶入場 但大家似乎都玩得幾開心 不過第一天進行全國樂園營運測試的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 就只是邀請了官員 迪士尼員工, 和部分民眾